大家好,我是Jusha,歡迎收聽安保足球快訊 星期三凌晨,德國布第一圈上演到國氣 普斯辛蒙斯達將主場迎接拜仁慕尼克 這場賽事安直播為大家進行現場直播 普斯辛蒙斯達是低造別球隊,反觀拜仁就是德格班霸,兩隊實力差距懸殊 所以說金將拜仁慕尼克大勝進級應該沒有難度 說回這隊,普斯辛蒙斯達成立於1906年,至今已有八年歷史 除了在德甲創始初期,球隊有短暫兩上國之外 其餘時間幾乎活躍在低造別聯賽 而去到21世紀以來,他們甚至連德越賽場都未能攝足 可以說是一隊不折不扣的餘欄部隊 至於德國杯比賽上,普斯辛蒙斯達不單從未掩飾過冠軍 而且大多數早早就被打到回府 球隊最近一次參賽是2021年,當時止步在第二圈 亦是他們過去八年以來唯一的參賽 由此反映出經驗上非常缺乏 跟回來說,普斯辛蒙斯達也未如理想 近五將各項賽事贏一場,當中四場都有失球 這場面對進攻火力全開的白人茂尼克,普斯辛蒙斯達一定會被人洗劫一場 另一邊,由於新賽季開打之前 白人茂尼克需要進行德國超級杯的比賽 導致他們德國杯第一圈就要在今個週中進行 鑑於德超杯0比3完敗給RB來比石這個賽果 勢必激發起白人茂尼克在德國杯的表演 其實在德超杯失貫之後,白人茂尼克隨後的各項賽事當中 贏了五場或一場保持不敗,進攻火力異常兇猛 昆祥能至少攻入3.67球 前鋒卡尼多達五將破門同時合計已經入8球 他的利益完全解決了白人茂尼克上季尾段暴露出來的進攻問題 年歸正轉,白人茂尼克已經連續三年未能奪得國杯的冠軍 對他們來說,無疑都是失敗的,正因為這樣陣裡的大將高雯在開季前 豪然說要重奪這項賽事的錦標 而今次面對不出名的普斯森蒙斯達 白人茂尼克一定能連續第29次贏第一圈的賽事成功晉級 喜歡這條片的話,就記得按LIKE 還有要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再Share給你的朋友觀看 我們下條片再見,Bye Bye! I will see you in the next one.